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山东国产魔兽也不是吃素的 反击中接到张春军传球 被为观众见上了双手爆扣的大礼 此后火箭民宿曾经的九剑仙劳森同志 在进攻端是接连遭遇大帽 帕哥反击中送出妙传 希克森神兵天将 以及士大力臣的双手格扣点燃全场 山东队也是被迫紧求了暂停 毕竟曾经也是NBA全明星级别的空位 劳森暂停回来 敌脚三分球手起刀落掌回场子 同学这边帕哥同样是无人能打 单挑山东的整条防线打成2加1 双方打平结束上半场 一边赛战 帕哥反击中小手一抖 助攻篮下的郭一飞上蓝得手取得领先 山东这边 俩火箭就这样突然下起了局部的三分雨 纷纷在左侧45度 命中三分球 帮助山东队拉开了比分 同学这边杨丽站了出来 低脚三分帮助球队尽要比分 帕哥森今天在南京是大白火锅宴 陶哈林企图隔扣 不料帕哥森赢投就送上遮天大王 幸好小丁心理素质也是好 强加千上篮板也是一记挂框爆扣 丝毫不管身后帕哥森 随着劳森助攻莫泰两分打进 山东领先八分结束第三节 第四节上来 西克森又赏给了丁燕宇航 以及大火锅 这一冒就像惹怒了一头猛兽 丁燕宇航此后连续翻身跳投打中 将比分拉开到两倍数 丁燕宇航翻身的跳投 一二加一 并不是一个空位的机会 重新再来一个命中 随着贾城在篮下强势打成二加一 同西此后再无力将比分差距缩小 最终山东队以111比100客场战胜同西 继续领跑积分榜 腾讯体育综合报道